加泰隆尼亚宣布独立进程中争取斡旋 但扬言要立足脱袭的马德里政府 已经在准备接管加泰事宜 拉霍伊星期三在国会道明立场 加泰独立不会获得欧洲承认 任何人都必须付上代价 而马德里政府的立场很坚定 便是民主和非法制度之间没有协商余地 无疑给要求协商的普伊格蒙特泼了冷水 马德里政府如今给普伊格蒙特设下两个问题 两个期限 第一 加泰是否已经宣布独立 那如果答案是事 那么第二个问题便是 加泰是否放弃独立 如果答案是内容与ixò筆调状 你请 potent 答案简请 подум 似乎由某点 以调查法发布 zehn分之内 只要答案 只要答案 当然还 joins 不知道 明日明天选拔 等 日子 估恵 十分钟 明天下 加泰政府的回应备受关注 因为拉霍伊已经说明 中央政府未来几天的举动 将取决于普伊格蒙特的回应 而这也是拉霍伊首度公开谈论 西班牙宪法第155条文 象征着收回加泰自治权的第一步